我没给美国政府提过一个条件 我也那时候没想过到美国来搞什么政治庇护啊 我就希望美国强大 共产党灭亡 共产党越弱越好 就这么简单 而且让那时候的美国的大使馆的人 那时候美国大使馆很多人 现在已经是台湾的一把手 还有一些到了中东的 都是一把手 都是全球的 包括美国国务院的 我来到美国 我没找过一个曾经在北京帮过忙的大使馆官员 一个没找过 一个没见过 我郭文贵在北京帮过的美国人 美国企业 美国大使馆的所有人 所有的官员 升职的 现在的国务院 我从未找过一个人 我没联络过一个人让他帮我 我甚至没有跟他任何人谈过我的事情 你们想想世界上有七个这样的人吗 你二三十年前交的关系 花的心血 按照中国人的逻辑 按照美国人逻辑 我凭啥不用你啊 是吧 我没有用过 因为我当时和他们建立关系 从没想过回报 而且我是有底线的 我告诉美国人 我说有两件事情绝对不干 伤害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利益和安全 绝对不干 第二 让我获利 获得利润 我有任何私人的图谋之心 或者说 你让我加入到你的什么政府组织 什么中美 什么学生会呀 什么美国 什么留学会呀 中美商会呀 还有这个跟美国政府官员 有什么样的这个私下交易 都是不可以的 就无名无力 没有任何目的所求 这是七哥的原则 所以说当时说我是双面间谍的时候 这帮孙子真是太low爆了 我要是双面间谍 我有一百个一万个里就可以去做 双面间谍多low啊 不就是人家的工具吗 我的理想不在那儿 我是要消灭共产党 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工具